一圈圈花齊放 娛樂場分類小廣告 骁虹 尹黃秋生啦 選路頂 尹黃秋生啦 暗色天堂 尹黃秋生啦 學戲 尹黃秋生啦 等了一年多 神器劇場大師班又再開班 早安 秋生老師 早安 今次大師班的標題叫做 容族演技班 Anti-bad acting 其實在你眼中 甚麼才為之容族演技呢 很行那些 都很cricé那些 就是人是做這樣做 你就這樣做那些 做賊一定是醜醜呀 做妓女就一定是很… 那個樣子很扭來扭去呀 就是有些很模式化的 acting啦 那那些就是bad acting啦 就是為了去做一件事 而去做一件事 但是跟你的角色沒有關係的 不恰當呀 譬如說我去殯儀館送殯 我帶他打條花胎 這個是不合當的 但是很eye catching的嘛 花枝招展這樣去 但是那裡是不對的 那這就是bad acting啦 那平時你自己看戲看劇 真的見到這些bad acting的時候 你的反應通常會是怎樣的 沒有 都挺好笑的 笑一下就算了 那我甚麼事呢 叫他來上課 原來是這樣的 你上課的時候 就幫演員排走他們演戲上的毒素 例如有些做多了的行為舉止 演員本身的壞習慣 那這次你就說 你會用五行大法 金木水火土來幫他們排毒 我本來是開玩笑的 但講講講講好像有幾恰當 例如有些木口木面 有些木口木面的做法 例如有些演員覺得慢動作 很細聲的木口木面 那就是叫做好戲 但其實他根本是做不到的 即他做了木口木面之外 他沒有辦法 但有時候 有些木口木面是好事 所以怎樣去應用這些方法 要視乎情況 那金呢 金是甚麼呢 金是開玩笑的 不是真是背劇本背得很金 真是很金 背劇本背得很金 譬如很熱 因為那個 身體上面那個 那個條件 都其實很影響演戲 譬如你很累 很熱 很冷 很吵 還有炒 那這些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影響你去演戲 那這些是很金的 其實演員都需要很強的適應能力 才可以做得到 其實你覺得真是幫到他們有幾多 我教不了幾多 這些就是 是不是靠他自己 指導一下 十天如果真的可以學得到 完全可以成功達到的 那所有裡面的課程教的東西 都可以做得到 基本上不用離學了 但今年見到你們 由兩班 變成一班 有一個轉變 那是否因為真的 太差勁呢 之前 第一就真的很辛苦 自己很辛苦 嗯 第二就 他們覺得好像兩樣東西 沒有關係 第一班和第二班好像沒有關係 但其實有關係 現在在那個 市場策略上 好像有點偏差 所以他變成一班算 雖然當然賺錢當然少了 是 但其實都 我們這些小盤經營都 唉 算了吧 打個和 記得之前你宣傳參演的暗色天堂的時候 你就稱讚張學友在裡面的演出很好 沒有多餘的東西 但結果他拿不到影帝 但始終一個演員遇到好導演 好劇本 好對手 都不容易 這次他失落了 你有沒有覺得 唉呀 真的讓他有點可惜 我認識的 我認識的 你每一個遊戲 都有它的規則 我想是有一個行常性的 評審的規律 所以規律就是 譬如你這部電影 收得的 那你就拿張機會帶的 因為多人看的 不會那個 到你給分的時候 看完那一年那幾十部電影 或者那一百部電影 不會的 嗯 朋友多的 拿分就多了 近金像獎的那些上演的 又容易記得 很多這樣的條件之下 固然今年又有情緒原因 那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放下去 你才會拿得到那個獎 所以不用這麼認真的 不是單一標準 不要這麼天真 我覺得有時候很小朋友的 厲害的那個就拿了 不然這個世界都不是這樣 你不要說獎行 世界都不是這樣聰明的那個 就成功了嗎 不是 很多因素 不用太認真的 但是對於獨立電影十年 得到最佳電影 王八明就說 五十萬製作點叫做最佳電影 接著洪早星就說 他自己都說 他自己開心鬼 以前都很少成本製作 那又有這麼大的成功 他就回頭說 但是洪早星又說 排隊都未輪到這部電影獲獎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不同的評審準則 而且每個對最佳電影的定義都不同 有些人就說 要先上下先 還是什麼 不如這樣 好像危法局那樣 你評審完要寫報告 你看看有沒有人投票 就算他們說出來反對 叫他們看完之後寫個報告 就像危法局那樣 為個票負責 是呀 你完全要寫報告 你看完之後 你才可以投票 如果這樣的時候 投票每個都不同 譬如我說 張學友 最佳藍珠哥 為甚麼 他英俊 OK 是吧 甚至有些人說 我喜歡 那你有甚麼人沒有他扶啊 嗯 是吧 除非你那個機制本身 你不是有一個這樣的機制下來 每個都寫報告 就是沒有人制的 但是又 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就是說 反對的聲音 就很 吵吵的 嗯 但是當要坐下來 真的要改善 或者在甚麼時候負責 就不會有人負責的 老實說這麼多年 金像獎三十幾屆 都不知多久之前 都說不公平呀 不玩呀 不甚麼呀 是吧 就是凡事存在的 必是合理的 他三十幾屆 他肯定有他的原因 嗯 有個機制在 機制就不是說 有機制當然是好的 有些不好的機制都有的 即是如果你要改善機制 那你就要想個方法 要不就 大家聊一下 怎樣去改善它 你覺得應該怎樣 我也覺得是的 即如果你沒有一個標準的話 你甚麼 甚麼才是 最佳電影 如果你沒有一個 這樣的評審標準 其實都很難搞的 即是等於我說 甚麼才叫做 最佳男主角呢 還有在藝術上面 有時候 有少許的空間 是沒有得定義的 嗯 沒有定義的 你覺得 即是你覺得這樣這樣可以 我覺得這樣不行 即在藝術上面 很奇怪 有太多的標準 有太多的標準 即是如果這樣搞下去 就會提升到一個美學層次 一個哲學的層次 他們都沒有這樣的層次 我不相信提出的人 有美學和哲學的層次 那他們都沒有 沒有 沒得商量的 大家 但最緊要就是 即是接下來 都可能陸續續有 敏感話題的電影會出現 那之後怎樣解決 我覺得才是 他們現在要去想的事情 唉 其實敏感話題 就等於香港以前 一窩蜂拍的那些噱頭 因為敏感就是噱頭 嗯 即是等於以前 香港拍噱頭電影 我哭就能夠 一窩蜂拍就能夠 唉呀 黑社會就能夠 一窩蜂拍黑社會 現在這樣 政治理財 有些不懂的 那些可能都會湧去拍的 不出奇 那我們看看他 怎樣再解決這些問題 始終最佳定義 真的是各有定義 但有件事就是 最佳老師就沒有什麼 要爭辯的位置 即是要找神戲劇場 是不是 這些做生意 當然是這麼說 自己 自己最厲害 好啦 多謝黃秋生 謝謝 謝謝 謝謝